OK 为什么LST等于AST 这个牵涉到什么叫做特征值特征项量 我们所谓的特征值就是这个Landa AV等于LandaV的话 这个Landa就称为A的特征值之一 那如果把所有的特征值都收集起来 那就会得到了N个Landa和N个V 那这个N个Landa就会形成一个对角线矩阵 N个V就会形成另外一个矩阵 那所以就会变成像这样 这里特征值特征项量看英文版可能会比较有那个对角线矩阵 那这个写的都比较抽象啦 看现代启示录 特征值分解现代启示录 特征值特征项量的真正意义 好 ok这一张图里面有显示喔 好 ok这一张图里面有显示喔 好 ok这一张图里面有显示喔 这一张图里面有显示录和特征项量就这边写的 因为一般我们写的Landa 那Landa这边写成Sigma 那是一样的意思 好那我觉得 这里找出来的都不够符合 刚刚那本书的应该倒是蛮符合的 我们把刚刚那本书再拉出来 我们把刚刚这本书的再拉出来 去看一下所谓的特征分解 好这边 所谓的特征 向量就是AV等于LandaV 这种V就成为特征向量 那这个Landa就成为特征值 那如果我们把它 所有的Landa都收集起来 那变成一个对角矩阵 变成一个对角矩阵 那我们就会得到 得到像这样的东西 我用我自己的话来写 我们把IgonValue的这一个 IgonValue先拿出来 我们看Igon1 Igon1.py 现在我们要看的是Igon1.py 我应该有广播嘛 我有广播画面 OK我们来看一下Igon1.py它到底在干嘛 他说As等于LandaS 这个Landa是特征值 Landa是一个对角矩阵 Landa等于什么呢 它等一个对角矩阵这边是L1 L2 一直这样 这样一直到LN 这样一个对角矩阵 这是Landa 也就是说它每一个都是它的特征值 所形成的对角矩阵 那这个东西去乘以S 那会得到什么呢 这个S就是特征向量 就等于As 对不对 因为他刚刚这样讲 As等于Ls 特征值的特性就是这样 它会变成一个 常数乘以那个向量 一个矩阵乘以向量 一个矩阵乘以向量 会变成常数乘以向量的话 那这个 这个常数就成为特征值 这个向量就成为特征向量 好 那有了这个特性 我们现在就是想要验证说 NunPi里面的特征值 就是这个 SidePi里面的线性怠速 韩式库的特征值 到底做的对不对 我们想要验证它做的对不对 那所以我就先用特征值的EIG 把它分解 做特征分解 特征分解之后 它会得到两个东西 我们执行一下 你就会看得到 它得到两个东西 好 我现在执行这个Python EIG 点Pi 它得到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就是那个Landa 就是L 就是L 然后第二个东西呢 是它的特征向量所形成的矩阵 所以就是S 好 那我把这个L因为它只是一个一维的阵列 我把它变成矩阵 那也就是把它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特征值都放在对角线上 把它放在对角线上之后呢 我就得到了那个特征值矩阵 然后我把S 应该 应该是LST 所以是 特征刚刚这边写出来 应该是这样 A ST等于LST 所以LST等于A ST 这样子 好 这个是我们想要验证的东西 那 问题是 到底对不对呢 我们用程式 去验证一下就知道了 那现在我先把ST做出来 就是S的Transpose 然后把L乘以ST 跟A乘以ST 如果它两个一样的话 那就代表说LST等A ST 那就是它真的是符合特征值的那些要求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不符合 就代表它实作有错 所以我们执行一次 你就会看到说 OK 这边的 得到的这个EA就是特征值和特征项量 得到的L就是特征值矩阵 对角矩阵 得到的S就是特征项量矩阵 那特征项量矩阵 L乘以ST就是S的转质 就会得到这个结果 那你可以看到A ST也是得到同样的结果 所以这两个矩阵是不是一样答案是4 所以我们这整个程式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验证它的特征值 的分解到底分解的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应该会有LST等A ST的结果 所以这里我们得到的是这样 我把它的 我把它的这个 结果 复制到 ReadMe里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意义 那你会发现说OK LST真的等于AST 也就是它的特征值分解是对的 就重复复制了两次 也一次可以拿掉 OK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这个是特征分解的结果 特征分解的结果 那这个就是那个特征值阵列 这个是特征值阵列 特征值矩阵 对角矩阵 这个S呢就是特征值 增向量 然后所以LST呢就会变成是特征对角矩阵乘以特征 这两个应该要是一样的 所以应该要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True的话就代表说 LST L乘以ST L乘以ST 等于A乘以ST 就这样 OK 所以它整个的I跟1.pi 想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去检验它的特征值 和特征向量最后的特性 是不是具有特征值特征向量的特性 如果有的话应该是对角化的那个特征值矩阵乘以特征向量的矩阵的结果 会等于A乘以特征向量矩阵的结果 好 OK 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展示的 那一样我稍微把它送回去一下 好 OK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好 佳琪现在说做两次 NP等于 这里有一个疑问 我做了L AST 我写成那个了 我写错了吧 我看一下 AST 应该DOT A 才对 我这里写错了 现在是FALSE了 所以可能不用转字了 我刚刚反而错掉 我应该不用转字吧 试试看 我给它转字反而是多余的 我刚刚不小心打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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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 as 啊 这里有点问题 它的结果不一样 诶 那这是为什么我转字的原因 再看一下 我的那个S打成大写了 难怪有问题 好 再试一次 印一下 所以还是要转字的 两个都不对 两个都不对 我看一下 一个是1.36 这里感觉有个bug 印一下st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里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地方 应该我某个地方有错 那到底是哪里错得要找一下 那因为这样子乘起来应该要是一样的 那因为我LS跟AS算出来 ST跟AST算出来 应该要有一个是一样的 但是目前看起来两个都有疑问 看一下位置 LST跟AST是完全不一样 LS跟AS感觉还比较像 但是它的误差也会免太大了 特别是这个不在对角线上面的这两个 感觉有差异 所以我现在我 我无法知道为什么 我得查查看 那这个程式基本上有疑问 所以我查查看 好这个就当期提好了 让各位回去查 那我也会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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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去练习 去思考一下 习题就不用写了 但如果你可以改出来的话就好 ok 那所以今天我们就先上到这边 就是 到这个特征值的这部分 那回去你真的得去稍微想清楚特征值 到底是什么意义 ok ok ax 等于lound x 成为特征值 和特征向量 ok 那 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 那可以下课 好ok 那就先这样 就下课吧